想擁有我們這張黑卡, 很簡單 年薪二百萬, 不是夢想 我是連續五年百萬精英會的得主之一 想像我這麼成功 你要記住, 我們賣的不是保險 是一個信念 Martin, 有警察找你 叫你坐先, 還在開會 你就是Martin張張尹燕 我是中區重案組警署警長方思喬 這位有同事高輝 我們想請你回警署協助調查一宗 中環酒吧區的屍體發現案 謝謝 看來你這幾天都很忙, 沒時間看新聞了吧 在三天前, 我們發現一名少女 陳絲在中環酒吧區一條後巷裡 她叫梁敏絲, 經文名叫Macy 根據我們的調查 這條鏈是你上星期五 在一間首飾店裡 用你的信用卡買給她的 有沒有這樣的事? 是, 這條鏈是我買的 你們很熟悉嗎? 那又不是很熟悉 不熟悉你又買一條這麼貴重的鏈給她 我想她做我女朋友 什麼女朋友?P.D.G.F? 假裝聽不懂嗎?兼職女朋友 沒有, 我真的想她做我女朋友 那她是不是當兼職我鬼子 那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上網認識的 我在開門的交友頻道加她 我聯絡她 你用的有什麼網名? 她叫可愛女朋友 你現在很平常 你不是上網認識女朋友 你是搞學生妹 就算是, 照機也不是犯法 你情我願, 一買一買, 付足錢 我看她的身分證, 已經過了十六歲 照機不是犯法 但是如果你用金錢 去引誘一個女孩作出性交易 我們就可以控告你 疏勢他人作不道德行為 還有, Macy的掩屍報告 證明她在死之前 曾經跟人發生過性行為 而你應該是當晚 最後一個接觸她的人 你事完犯了什麼事 你自己心裡有數 你聽清楚了 你不是袁卓沒事 你是會很大的事 你們不是懷疑我跟她死有關嗎? 我冤枉的, 我無辜的 我花了幾千元, 什麼都得不到 好, 我的氣一搓 我媽天章沒試過這樣被人玩 那你們兩個那晚發生過什麼事? 我再私信她 她的獅子開大口, 要我一萬元 我就可以了, 她也可以了 我就開車到中環酒吧去接她 那天才是幾點? 點幾點 然後呢? 然後我載她去蝕蘭街一個僻靜位 我跟她搞事 前前後後, 一個多小時 我記得三點左右 我載她去中環酒吧, 她放下她 之後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有沒有吸毒? 沒有, 我只是搞事而已 我也不好那些事 那你覺得她神智清不清醒? 有沒有踢過東西? 她下車的時候, 腳步浮浮 她有沒有踢過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驗屍報告就說呂死者曾經掙扎過 那你跟她進行性行為的時候 有沒有向她使用過暴力? 沒有, 錢我給了, 她完全不配合 我怎麼會強行來呢? 但我們在她身上 找不到你所說的一萬元 是不是因為你搶錢和她起掙扎? 一萬元對我來說濕碎了 我怎麼會拿回你的錢這麼低倉 我是一個奉公手法的好市民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你這樣也叫奉公手法? 女死者指甲留下了我的皮膚組織 你願意讓我們和你驗DNA嗎 沒問題 為了證明你說的是真的 你願意交出你的電話 我們會檢查你和女死者 交到平台的一切對話 有問題嗎 沒問題 是 保險佬說的話 無論是地點和內容 都吻合QT妹妹的回復 這些賤人 恃著自己有錢什麼都行 不知所謂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了 這麼生氣幹什麼? 在Maisy的電話裡 又找不到社交平台 有QT妹妹的帳戶 難道她用了另一個電話嗎? 但是她在遺物裡沒有發現 她家人也不知道她有另一個電話 究竟Maisy用什麼方式 去聯絡那個保險經紀? Maisy那晚就答應了用一筆東西接客 如果Maisy在電話裡 不是和保險佬聊天 那會和誰聊天? 你不是說那晚你見到Sindy和Maisy兩個吵架嗎? 那幫Maisy做中間人搭路的 會不會是Sindy? 沒有 沒有了QT妹妹的帳戶 好找她, 你看 Maisy已經死了 誰會刪除她的帳戶? 今天我除了以家長的身分 也是以Sindy代表律師的身分 陪她錄口供 根據社交平台的紀錄 我們懷疑Maisy用QT妹這個網名 和一個叫Mr.Millionaire 軟卓武士的保險經紀溝通 和進行換交的交易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查過Maisy的手機 沒有任何以QT妹這個網名 和任何人有通訊的紀錄 你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 我們有理由懷疑有第三者做中間人 代Maisy去聯絡這個保險經紀 促成雙方的性交易 你知不知道這個第三者是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Madam, Cindy已經說得很清楚 Maisy學校以外的事, 她完全不知道 而且Maisy也有自己的方法 去聯絡一些人客 絕對與Cindy無關 你對你媽媽剛才說的話 有沒有補充? 沒有 沒有? 那請你交出手機 證明你說的是真的 不過你查證一下 你沒有牽涉在這個案子裡面 不行 正如我上次所說 你們這樣做是侵害Cindy的私隱 我們絕對有權拒絕你們的要求 唐律師, 如果你拒絕 我們可以正式向法庭申請搜查令 如果你相信Cindy的清白 請你好好地跟我們警方合作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沒有遇到 好, 走吧 兩位, 你們已經浪費了我們很多時間 現在很不舒服, 我們可以走了嗎 好, 現在可以走了 我的女兒因為這件事已經很大壓力 希望你們不要再騷擾她 梁敏詩的詳細驗屍報告已經出了 證實她吸食了過量的chill powder 俗稱超仔的新型毒品 引致O.D.死亡 其實NB素讀的同事 已經留意了這毒品很久了 或者交給她們講解一下現在的調查進度 據我們了解 這隻叫超仔的新型毒品 吸食方法相當方便 除了經由鼻腔吸食之外 也可以混入飲品服用 而這毒品在大概一年前左右 就流入香港的毒品市場 現在短短幾個月之間 已經在年輕人群組上相當流行 而它的滲透層面和以往的毒品很不同 因為毒販很懂得包裝這毒品 用最近時興的用語chill去招來 令吸食者覺得吃過之後很有型 以及很放鬆 所以大受年輕人的歡迎 我們也查過 這道毒品其實買得不便宜 每一刻都要吃五百元 是, 這隻超仔比較貴 但亦很受中上消費階層的歡迎 但現在的交收已經不像傳統的方式一樣 亦因為我們的調查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這隻超仔有甚麼特性 其實它的成分是可卡因 加了新化合物質, 重新組合而成 心引力比新人大 而且它有很明顯的短暫減壓效果 所以越大壓力的人就越容易上癮 到底起的時候, 有甚麼特徵 手震、心律不正、頭痛頭暈 全身發冷、出冷汗 小姐頭痛, 拿點屎痛藥給她 知道, 太太 回房間休息一下吧 我換件衣服, 還要出去見見 臭丫頭, 你真是吸毒 還有沒有? 沒有 你會拿出來嗎? 不用打我 從小到大, 我還是給你最好的 你竟然去招惹了Maisy那樣的人 還去吸毒?拿個電話來 我不是要這一步 我是要你幫Maisy接拍那一步 警察差得近身, 你還在隱瞞? 你是不是想害死自己, 還害死我? 別打了, 我拿… 我下個星期就送你去英國讀書 從現在開始不准搭到家裡半步 你學也不需要回家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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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